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感情台 阿爸冰 我是豪欣 我們今天有女嘉賓Gianne Gianne如果大家不認識的話 直接按info IG就可以認識到 有IG 這樣也是一個public IG 而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 topic 非常之有趣 好像是未討論過 竟然在接近200集的感情台 因為每次都 三條馬丫頭直到上宇宙土都什麼鬼 好像每次上來的女嘉賓都是直的 暫時都是直的 而現在這個其實都是直的 不過他有些軟的經驗 話說你讀女校 你就有跟那些都是女孩子的女孩子拍拖 都是女孩子的女孩子 沒錯 不過是重複了形容詞 是的 都是男孩子的男孩子 是的 因為我自己認識的女孩子都多是這樣 讀女校的時候就會跟女孩子拍拖 可能一到大學出來社會就知道 原來我喜歡兒子的 就會有這些 你那個經驗是怎樣? 初初跟女孩子拍拖 其實我當時選對象就不算是看成別 只不過是 喜歡她拍拖 是的 基本上都很少接觸男孩子 雖然我哥哥是旁邊的那間男校 但是我跟他就 你是在DG 我是在Marinor 記住哥哥的喇沙 但是我可能因為中學的時候 跟哥哥的關係不算很好 他帶一些男朋友回來 就打機很吵 那我就覺得 男孩子全身臭汗 是的 不行不行 就完全對哥哥和哥哥的男朋友都沒有興趣 但是你哥哥是值得的 哥哥是值得的 那你有沒有見過去帶女孩子回家 之後有 女朋友 那你會不會OK的 OK的 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兄妹朋友到 我妹妹會吵架 那不會 就不會 就不會的 我開心的 我會找到的 我們說回女孩子那邊 所以你讀書的時候 就看到女孩子喜歡今天拍拖 那家人有沒有反對呢 反對 其實拍了幾個月之後 就有一次爸爸檢查手機 就看到我跟女孩子說 那些什麼 很辱馬 那些什麼老婆老公 我妹妹那些 我現在不會說這些 那你就叫他做老公 是的 他就叫你做老婆 嗯 但是為什麼我爸爸會檢查手機 也會很奇怪 其實嫌的 其實我家裡一向都是嫌的 不嫌都不會 讀書 所以就真的爸爸是瘋了 我會形容是瘋了 那一刻 就是想砍人的那一刻 後來 幸好幾個小時後他冷靜了 但是他就說我要見校長 是呀 他覺得很不正常 在說十幾年前 我沒有問過 但是我媽媽明不明白我兒子怎麼看 直到想天庭 但是我媽媽突然好奇地問我爸爸 如果你的兒子亂的你會怎樣 我爸爸也不太接受到 頭髮就亂了 是啊 我爸爸這樣說 不要吧 那些 不行 你兒子直的問一下 因為我家裡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潮州大家庭 我爸爸那邊 八兄弟姊妹 我爸爸最小 所以我是全家最小最小 我經常有很多期望 所以如果是同性戀 一定接受不到我 我知道我所有長輩都不會接受 不告訴他就行了 是啊 我本身也想到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那十年就是一路悶 但是每一次都被我爸爸發現 檢查電話 又檢查手機 不可以檢查手機 不能不可以檢查 怎樣不可以 潮州路漢 爸爸 不能不可以 你沒有研究一下手機APP 那時候推機 然後轉iPhone 有iPhone 但是一定不問你拿密碼 一定要 現在沒有了 現在有指紋 現在是認養的 對 開不了嗎 不像樣子 給你手指來 但是現在不會 現在這麼大一個 本身也不會 但是好一點 因為我有想過 如果我做爸爸 然後 雖然我不太熟悉女人的生物 嚴格來說 但是我覺得 女人真的不太罵得 一罵他就不理你 又什麼都不告訴你 你好像沒有一個女兒 那樣 就是這些 所以我 女兒偏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我做爸爸 我都不會 怎樣逼迫女兒 拍拖什麼 都不能管 那樣 太著緊了 我想是 那時候 你先說這些說話 跟你生了出來 又是另一個世界 當然 我怕你 要找他家裡 說著他 說著他 說笑 我都知道我的性格 趨向是這樣 所以我一定會不斷洗腦 我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自己的缺點 拍拖控制度很強 我知道我有 但我會不斷跟自己說 就是不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 起碼我都知道這個 但我肯定你爸爸 不知道他自己是這樣的 現在就知道 現在就知道 大哥也知道 那之後怎麼辦呢 跟完這個省 我還是認識另一個女孩 那他又爆炸了 其實這件事 就循迫了十年了 是 去到 認識男生 認識男生 就真的入到大學的時候 剛巧跟我最後那任的女朋友 就開始想分開 其實你跟女生拍拖 拍多久 每一個都很短暫 最長只是一年 曾經最長那個 那跟他們的相處是怎樣的呢 我會形容是 互相寄生在大家 這個世界只有我跟他 不是一件好事 那時候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那時候 情緒病 所以 有個愛人 其實他是我的 安全區 因為家人又不支持我 我學校有被人背的經歷 所以就 好像只剩下這個人 就是我的 靠山 所以每一段關係 都是 我們要天天見 要天天陪大家 但是 不是成長的 這樣很快就嫌 疫情在這個 互相醫戀的關係 其實是 逃避 逃避現實 是的 是的 有的 每次就拍 可能都不多 一年 幾個月 都轉得很密 所以就是 有七個 我很羨慕 很羨慕 是的 之後就認識了男生 就是上到大學 上到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 我有一個舞台劇 就是我要跟一個男生做的 大學那些 劇場 劇場 那次其實是我第一次接觸一個男生 你那時候沒有加入學校的 什麼 聖節派對 我不喜歡的 因為 通常一加入加入學校的女校 就會說 那些 發校 才去的 我就是算了 免得被人說 自己又不是想認識就算了 是的 很煩 女人對女人的判斷 對 之後 我們就叫做認識男生 其實是那次戲劇場 然後就有這樣的經歷 我覺得 那個男生 我有認識 有點動 心動 但是沒有什麼結果 為什麼 沒有 時間 沒有 真的 因為我們是為了要 演的東西 而培養感情 然後完了之後 就沒有了 那個戲之間的角色 有沒有說是情侶 就是情侶 這些很容易中 要入戲 而且她是A0 就是Year One A0 那就好 很清純 所以我當時覺得 原來不是每個男生都是這樣的 只有阿哥那麼差 對 通常都是這樣想的 總之原來有些不同的人 之後就開始有認識男生 對 就是Tinder那裡 我沒有再只配合女生 我就轉了以不如試一下男生 等等 你有試過Tinder配合女生 有 所以有些女朋友 都是Tinder配合女生 這樣拍拖 咦拍拖又沒有 但是有試過出街 但是那些是不行還是什麼 沒有 Tinder實在太廣泛 太多不同的人 很難碰到一些 適合噴到的人 適合噴到的人 適合噴到 之後就大學的時候 玩Tinder 嗯 我懷疑你跟我差不多大 嗯 是的 不要緊 你應該是小過很多 玩Tinder 就配合了一些兒子 有沒有很奇怪 或者有沒有要淘汰 有沒有要淘汰 出到來不要做這些 其實我想是不適合頻道主要 哦 即他沒有做出 沒有特別做錯什麼 是的 有時候有些是感覺 咦我們真的沒有任何事情 聊到 我們都來自好像真的不同世界 那就見到一次吃了一次飯 就完了 是的 就完了 是的 那什麼時候認識到那些真的可以拍拖的呢 有一個的 即是我現在這個男朋友 之前有一個的 一段經歷 是的 那時候好像是1819年 還沒有運動之前 是 接著就配合了一個警察 那 是的 很精彩的故事 來的 來的 兩個都有玩 兩個都有玩 Tinder 兩個都有match 我兩個都是警察 是 match了那個 他自己就說 哦 我不跟我哥哥 我是來找結婚對象的 我哥哥就是玩Tinder 來找認識的 他這樣跟我說 那我就 哦 好啊 那要約他哥哥出來看看 什麼了 對責 當然 那說多少好 要說什麼 你選擇的 多少都可以 哈哈 是啊 一齊了一個月內 其實他已經想跟我發生關係 而他知道我之前全部都是女生 所以我沒有試過 那我都 你問我願不願意呢 我本身不是不願意的 但是一定不會是一個月 就是我覺得 喂 認識了你也真的是一會兒 你說到你想結婚 不是這樣的 是啊 是啊 那又帶我去見他父母 我也有帶他去見我家人 那我家人 那你爸爸都很開心 超開心 超開心 其實是不用理會的 總之他是肯忍 是兒子就開心 是真的 沒有理會他的職業 是的 覺得好啊 就穩定 還要攻擊 是的 他那時候的評語就是覺得是好人 一個月就這麼快見家長 所以那時候我又覺得是不是 還更加令我覺得是 是 誰知道原來是 兩個月左右就散了 是 見完家長就散了 見完家長 然後他其實是很想 有兩三次都很想發生的 是 他那些 緊了 他很緊 那些 那些 我肯定侮辱他們 你可以用他的言語跟我說 其實當時都有一些殘忍 我不想之後 他就說 沒有啊 因為我以前的女朋友 我們都很平常有的 所以我其實是男生 我也有這些需要 那我聽到之後 因為我真的不熟 那我就覺得是 我都很糟糕 搞到你又上大又沒有 然後我就 糟了 我是不是應該準備好呢 那些 但是都 幸好都沒有 因為本身很想那一刻 其實 他沒有套 是 然後我覺得 真的不行 我本身覺得 如果我肯把我這個第一次給你 好像很嚴重 戴了套也不要 沒有理由 是不是第一次都要戴了 是不是 應該聽到這些話 他不是 他說 不會有的 他這樣跟我說 蛤 然後我說 如果真的呢 他就說 那就生了 好像是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我就 真的猶豫 那一刻就 不要 真的 很決絕 不要 那個男性 有沒有之後 就開始 拘捕你 之後呢 他就提出想跟我去旅行 哦 再進一步 對 然後總之這件事 我當然要問我爸爸 我爸爸一聽到就說 他是從來沒有跟我有這些父女對話 但是他就說 女兒你準備要失身 你跟他去旅行 是 你知不知道 類似有問我這些 你知道有個潛台詞在下面 然後我沒有反應的機會 然後我爸第二句就說 你跟他說 你爸爸不想你去 嗯 然後我就按頭 那我就好了 那我就嘗試 總之將這番話 跟當時的男朋友說 那他就聽完之後 就沒有 沒有說什麼 但是就 第一次我們的吵架 就是我們分手 是 就是這兩件事 很無聊的 那天不記得了 總之是 因為他要拿西裝 我就以為我們一起去拿西裝 因為我們一起去跟他試 那我就以為我們會見 誰知道原來沒有見 那我就 我以為我約了你 為什麼有這樣的溝通錯誤 那他就說 我不是 每一天下班都要見你 開始說這些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我以為我陪你去拿西裝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你也可以早點跟我說 那些 總之就說 我下班都有自己的時間 開始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樣的爭執 那一由這個 吵架開始 就沒有收到 那這件事之後 我就 是 有些 有些 覺得 為什麼 不是童話故事來的嗎 為什麼突然間 你懂得著 那麼頑固的 開始借一些法理為 大小 大事無大小 都開始 有些挑剔 為什麼可以 我不是想討論他的職業 但是他真的很騎 真的 完全跟職業 我撇除了 不關自己的事 全部都很好 我韓國也有些騎人 但他很騎 我喜歡騎人 其實是沒分享的 是 最後就是因為散了 我很不開心 那我就開始在Tina 開始跟別人說話 就不是再說什麼 我就是真的 只是說那個X 一直在找人說 有些男生 真的好人 有跟我談 他就說 其實很奇怪 不會 一起了一會 你一個小時 就分手 有沒有什麼發生過 他不斷問 他應該有別的女生 哇 你真的很聰明 其實都差不多了 簡單來說 他在玩Tina的時候 其實是有女朋友 都拍了好幾年 跟我一起 那一天之前 才飛 之前那個女生 我都不知道 我當他什麼 先當他沒有重複 沒有重複 沒有重複 當他重複 OK 然後 我跟他一起的那段時間 其實我有發貼過 但遮了樣子 即是有圖片遮住 應該沒有什麼人認得 那我突然有一天 有六七個不同的帳戶 就訊息我 就說 你做了第三者 你知道你男朋友 有另一個女朋友 有些人有傳照片給我 一陣子給你們看 然後 之後 那一刻 他在我旁邊 我們準備看電影 剛剛買了戲票 我看 都要看 但我又 我又在想 究竟 看不到 那套戲看不到 然後我整齊戲 我其實是沒有理會的 他不停問我做什麼事 我都答不到 後來我看電影 我直接給他電話 他看完之後 他在我兒子邊說 他說我那個女生 你不用理他 他是瘋的 然後看完戲 我們就真的聊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是之前那個 我散了很久 二十四個小時 散了 大佬 很流行的 散了很久 他說他會處理 然後 我就說 你打算怎樣處理 他就說 推暴他 他會打給他 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在電話裡聽 純粹是想 我都不太相信 就說 不要 我又說 算了 有你了 給你空間 有這件事 那次他這樣說完之後 我就信了他 去到散了之後 我就想 其實這件事有點奇怪 為什麼我那一刻會信他 我就去找那個前輩 因為那時候有些帳戶 發給你的時候 其實發了那個女生的IG給我 我就直接找那個女生 跟他說 其實我之前跟這個人一起散了 想跟你了解一下 什麼事 結果 又不是說我跟他做朋友 沒有那麼誇張 但他就說了很多東西給我 就是 原來那時候他玩Tinder 認識我 追蹤了我的時候 他騙他 說我也是他同事 他說我也是警察 然後那個女生又沒有再問 就真的以為是同事 然後後來就 揭發 然後他約我的時候 其實是在一起 他約我去街上的時候 其實都是去罵那個女生 知道了 後來我散了之後 就會覺得 我應該不用那麼傷心 那個女生 其實應該更加傷心 是的 但真的撿回身材 剛才你說 猜到可能是有第二個 我想是否 他一說 放工不想看到你 已經有第二個 已經有第二個 可能已經在Tinder 你怎麼知道 他說起你為是奇怪的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真的要遮疑 還有他們那些很瘦性殘仙 那些 不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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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自己去發洩的 他只是上腦了 他穿到上腦了 那部女生肯定被他出了這招 而且重點是 男生又不應該因為自己有性慾而覺得不好 但問題是你要尊重女性 你想女生不想就不做 就是這樣 你沒理由這樣推推推推 你還要不想著不戴一套 那是不對的 你說什麼不會有 什麼 等一下拿那些精子稀銷證明書出來給你 肚子會回來 肚子會回來 我精子稀銷的不用怕 沒事的 裝飾都沒事的 是啊 但是真的是爆發的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希望大家有聽這個節目的男生 我也知道大家可能年輕 會失去理智等等 但是你都拿我套出來都不 作為男士 就是 要騙套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有套和沒有套分別很大 我不知道這個是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是分別 而且這個是很個人的 突然間分享一些很個人的事情 我覺得又戴是很容易打你 整件事 完結後就 扔 扔 扔你 你不帶他去哪裏 扔你那裏 又那裏 又那裏 又扔來 扔去 扔你 這個就是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想 這些真是見人見智 但我覺得在打理方面是非常不方便的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不要再講這個話題了 總之就是那個好想的問題 其實女生好像也好一點 有沒有想到這件事 有的 那一刻有的 還有本身也有一些 希望我第一個男朋友就是老公的想法 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有些朋友也認識了一些男朋友 很簡單的 當我沒有拍過就可以了 神經病 很多女生都是這樣 這個我初戀 之前我是誰 當我沒有拍過 忘記了 那些 繼續繼續 沒有男朋友就說 那你又不要對男朋友沒有希望 我們不是這樣的人 那時候大學沒有男朋友嗎 那時候我讀幼兒教育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校長嗎 不是說一下 有演員也是校長的 不是說一下 那有很多女生同學 很多 那之後呢 之後就 配合了現在這個 其實中間就有一個 叫做心態的轉換 用這個Tinder 因為我的朋友就說 你不要每次都配合男朋友 配合老公 不如你試試找朋友 她說找朋友 然後她跟你是朋友 她沒有理由介紹一些 壞的兄弟給你認識 那我就說很有道理 我真的沒有什麼男朋友 她不會害我的 那我就開始 不如試試找朋友的心態 她是 現在這個就是這樣的心態 當時看她 挺好的 很想叫她買你 那你當初認識她的時候 是用什麼心態呢 哇 是不是只是認識朋友呢 這樣 什麼朋友呢 那開分享一下 總之你混合了她 那你又打算當認識朋友 那之後的發展是怎樣呢 我們的溝通很搞笑的 是一開始就已經很傳 大家 知道為什麼那個dynamic 是 怎麼樣 做什麼 做什麼 但是有些其他人 是你會禮貌一些 但是可能因為跟她那個 那個fight 那個friend 所以她自然就是很想 很癢 還有那時候我玩tinder 都通常會馬上問IG 即是交換IG 確認一下你什麼 我看到我跟她IG 是有一兩個共同的朋友 不是遠到完全不認識的 然後就 看到已經正常人 那就聊一下 然後就開始 那時候其實是吹吹一下 有一些對話就是 做什麼打給我 掛著我 那些 然後就開始 原來這樣 這些叫吹吹 吹吹 沒有包袱 通常在這些時候 如果你對那個人有些意思的話 你總是要小心營營去說話 但是沒有包袱的時候 就要剪路真我 或者是 chill點說話 這樣大家 反而是容易去融入 所以跟她一開始的溝通 其實已經是這一類型的 這樣就容易一些 好像 那有沒有說 你們出過多少次 加藥各樣才在一起呢 很短時間 那時候 哇 真的超級短 我們11月11日 match了之後 我們12月聖誕節 那天我們就一起去旅行 去了美國兩個星期 等一下 有很多問題 又去旅行嗎 很多問題 等一下 聖誕節那天 即是12月尾 是 去美國 去旅行 是 那你們那時候還沒有在一起的 那時候 就前一天在一起了 喔 平安夜在一起 等等 等一下 怎樣去旅行 對呀 你計劃那一刻是還沒有在一起的 計劃那一刻其實是 剛剛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聊一聊一聊 我就跟他說 咦我接下來會去旅行 一起的 他說 噢好啊 但我沒有規定 我說要弄好 很容易 我打算發了一些連結給他 打算帶他 是你去美國 我去美國 我去你加入 其實那時候是剛剛大學畢業的 他說其實沒有工作 真的可以學生旅行 加入我 那我就說 你就是來 那為什麼我可以去呢 就是因為我去那邊其實有朋友 我媽媽是認識我朋友的家人 就會說放心你去吧 這樣 我完全塑造了你家裡的形象出來 那個中產 再中產一點的感覺 很濃 很傳統的 有名校 有中產 有美國 有朋友 會 會 會 很喜歡這些背景 很喜歡電視劇 之後他真的去 那時候你是跟家人去的 不是我自己去 自己去找朋友 去宿伯 有親戚 找家裡睡 有人接應在那邊 放心 所以是家人 但是你家人 知道你跟男生去嗎 知道 有說的 後來才知道 你爸爸有沒有跟你說同一堆笑話 沒有 沒有 因為可能他知道我會在朋友家裡 你家人幫忙盯著 沒有什麼事發生 所以當時真的沒有說什麼 是他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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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得過 神經病 我爸爸 小叔爸爸幫我盯著 不知道是誰 神經病 立刻打了長途 通通報信 有什麼事 你飛得過來 摘我笨 我坐空中巴士過來 你那個男朋友 那時候還沒有做男朋友 但是他就已經搞Visa 又預約機票 我不是發一些連結給他 他真的 11月11日 他突然要過來之後 要飛去美國 不是去泰國 很趕 很趕 趕啊 那Visa這麼容易申請嗎 容易啊 那時候真的快 那時候兩個星期 現在會比較難嗎 不知道 不知道 試一下也有 那總之申請了 那又買了機票很貴 是啊 去美國 機票多少錢 是不是同一班機 4-5萬 4-5千 這麼便宜 是啊 同一班機 還要特意夾同一班機 特意夾同一班機 4-5千就該給吧 該給 天造給你 對 同一班機在旁邊 在旁邊 我在旁邊 一起check in 對 開心 那去到美國 那男朋友是否第一次去美國 那一段就是 去美國哪裏 L.A. 去L.A. 然後去了Vegas 哇 差點結婚 對 再回來香港 和我一起結婚 還可以 對 那一段 總之飛之前 就確認了是否在一起 那是程序 不甜 對 明天都飛的 對 拍拖先 不要煩 氣死 這個真的 我覺得有一點是 我 推動這件事發生的 對 對 對 那時候 我們 見面之後 他都很努力 每一天都有 在我的人生裏面 會有見面 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見面 因為他不罪 沒什麼事做 哈哈 進取的 對 會陪伴 剛好那時候 其實我咬柴弄傷了 腳 哦 他每次有公主抱你 有陪伴 對 給了位子 真的照顧 等一下 咬柴 他陪你做什麼 可以 就是會扶一下 扶一下 去吃東西 吃東西 都是在家樓下 咬柴 真的 我也要上班 那時候 也要過海 上班 也要乘地鐵 咬柴 還要乘地鐵 還有拿著拐掌 隔下 上班 有趣有趣 之後就去美國 就很開心 在美國 開心啊 去美國多久 兩個星期 就回來了 美國有沒有做什麼 不是 我不是想知道那些 另外 真的去旅行的那些 有 很開心 真的 因為每一天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玩 就是 樂園 那些 他就不玩機動遊戲 我們也願意 Fur Soul Studio 哦 是的 他是完全 他真的很害怕 所有 的機動遊戲 差不多 但也有玩好幾個 其實 那些玩一下 那些 那些 很輕騎 不是的 有些Superman 飛一聲上去 那些 都快的 是 刺激的 現在可以問一下 你可以深呼一下 究竟跟男生拍拖 跟女生拍拖 的分別是什麼呢 嗯 嗯 很難這樣做一個對比 我覺得會有點不公平 因為始終我那個年紀 我那時候都是十幾歲的心態 對於拍拖 不同一點 現在這個階段拍拖 是大家希望互相成長 大家進步 以前是沒有這個心態的 所以沒有太長遠 嗯 都很活在當下 是 跟那些女生在一起 但普遍都是很活在當下 我會形容 嗯 現在我們會想遠一點 計劃遠一點 還有會想大家進步 以前會想多些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是男還是女 反而是因為我對於拍拖 那個不同了 你長大了 嘗嘗嘗嘗嘗嘗 這個是很難得的 這個是 因為通常都要那段經歷完了 才懂得有這個轉變 原來我不是要跟著你一半 是要一起進步的 但你可以在一段關係裡面 有這個轉變 是很難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 我跟他 現在這個男朋友 其實都很 這四年裡面 我自己的人是成長了很多 之前剛才有說 十幾年情緒病 其實都不懂得跟自己相處 去到跟他在一起 幸好是他的 家人其實都很健康 沒有什麼 溝通很健康 跟我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是被人罵大的 所以我們兩個一吵架的時候 我有一些 模式會出來 我有一些很脆弱的 一些語言就會出來 他每一次 我想你當我們一起 頭一年 他都吃光了 就是這些情緒 都是瘦 沒有怎麼說 去到第二年開始 他會滲給我 但那時候 其實我去到一個位置 好像就變成雷黃 我爸媽又知道我 有情緒病 他又不懂得控制 我男朋友又知道 但大家都不懂得 怎麼跟我相處 他們只知道我有病 而我也是知道自己有病 但不知道怎樣 因為我十幾年都沒有吃過藥 我爸就是 總之說那些藥是精神病人吃的 你就沒有吃了 你沒有病 所以就沒有吃藥 我沒有痴癡就沒有吃 結果十幾年有自己的情緒 帶著我走 變成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才慢慢發覺 我原來情緒有得控制 我以前一直生氣 就發生 不開心就讓別人知道 但我不知道原來 你可以想一想 才做的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慢慢發覺 我的人都幾差 有很多位 是的 真的有這個接受 這個位置真的難受 令到我媽媽和我相處都不開心 然後覺得不行了 我要自己幫自己改 不吃藥 我都要康復的 然後就開始自治療 用什麼方法 我現在考了一個瑜伽老師牌 我瑜伽是第一步 令到我自己和人的身體有些聯繫 有做meditation 有學氣功 有打坐 自己 Journaling是很能幫到的 每一次自己一生氣 或者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就寫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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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下去是好的 是的 我第一本張是我男朋友送給我 那時候他想我開始寫一下自己的感受 他經常說小喜寶有寫的 我說你不要理我寫什麼 所以後來慢慢的溝通開始越來越健康 之前我會形容頭一年半是他沒有跟我溝通 他忍了 然後我又不知道 我以為很幸福啊 大家都很開心 原來不是 原來只有我自己的開心 所以現在我會說兩個人都很開心 很好啊 那你結婚了沒有 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很多人問 我爸爸也有問 我覺得是一個未有需要去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一起住 我突然花錢做龍鳳 而這個龍鳳我未必是想做 可以註冊的 但我又真的沒有任何的分別 對於我們現在的任何東西 真的沒有任何分別 那你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擇搬出來住呢 那時候因為他住得遠 然後就要上班 然後他第一間搬出來的屋 就是在我那時候住九龍城的 就是同家人住 他就是住隔壁街一間一百尺的劏房 就是專門近來一點嗎 是啊是啊 我的天啊 有一個YouTube影片給你看 那一百尺的劏房 我都很用心地補充這間屋 那時候很慘 上了連燈被人說 什麼做什麼啊 包養這個女生 為什麼要住這麼小啊 沒有錢給啊 因為他的職業 有一次我被人做訪問的時候 我爆了他的職業 然後那些人對於他的職業很敏感 就說 蛤 找得很多的 為什麼會住劏房 然後就說那個女生被人爆的 那些難聽說話 總之那一晚我們兩個看連燈看到 非常不開心 掉了到那個窩裡 然後後來就說 不用理會了 現在 但是第一間一起住 我們搬了四間屋 現在我們在余景灣住 我們之前就是 第一間就是一百尺小劏房 現在又去余景 荔枝故事 荔枝故事 很好啊 這件事 已經去到余景灣 由這個一百尺康房 搬搬搬 搬了四次 不會有小軟 什麼是真心物 軟是軟的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對於我的身心靈 健康很值得 生活水平 各方面 裡面是很安靜的 每個人都好像退休了 他們有家庭 有很多一個家庭 很適合組織家庭 裡面都很適合小朋友長大 但是我自己進去的主要原因 因為之前 對上那間就是禁縱 在皇后大道那邊 很多人 多人到 那一年都很方便 但是真的覺得不行 一下街就是人 一下街就是人 是害怕的 住一下就會害怕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了 不如真的遠一點 再遠一點 我們就入了余景灣第一次 已經很想在這裡住了 但是你是不是永遠都要乘船水中環 有六路的 但是你乘船水中環也是很方便的 有五分鐘 如果你回到中環港島的地方 其實也很方便 也是 但是要就船不奇 或者有巴士去欣澳站 可以去九龍那邊 是的 余景灣 竟然會選擇余景灣 正啊 正啊 也很正的 其實住黎島 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交通不會比大西北 不方便 哦 那當然了 住大西北真的搞不好 是的 純粹就是 不過有六路都ok的 是 但是要不要禁區置的那些 不用的 車應該是不能進入 的士不能直接在我們屋苑樓下樓 是的 所以我們去到碼頭 要不就走十五分鐘回家 要不就坐五分鐘巴士 回家 嘩 你們有那些循環走巴線 還是巴士線 有 總之在區內有些巴士 這是退休生活 其實 都有點像 正啊 因為你們兩個有些 住西貢 住赤柱 那些感覺 啊 高人過不過 是的 是有那種感覺 嗯 那這裏不就很繁忙 我們今天來這一區 就說 很久沒見到這麼多人 深淵家族 那些 不習慣的 不習慣的 很逼的 但是你們上班呢 我自僱人士 我自己做生意的 所以我通常就中環區多 他就在ICC 所以他其實都方便的 可以去搭巴士去欣澳 然後就一條線去到九龍 是啊 很方便 哇 真的 余景灣 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到 為什麼 雖然你們說得很Chill 5分鐘出市區 我現在也是 你現在在市區 我去新處市區 所以就是 我生長小學院 在大埔搬去廣島 你講到余景灣就是升級 是不是呢 怎麼會不是啊 余景灣 我也不知道 余景灣是多少錢 余景灣都是獨立屋為主的 有獨立屋 有 有角落大廈 我住角落大廈 哪有這麼困難的 住獨立屋 很難說的 但是其實他比市區便宜的 當然 是啊 600尺也不用2萬元租 是啊 很划算 是不是很划算 這個2千多尺 9萬元租 你以為我看這裏 八尺豈有似你 對啊 在看那些2千多尺 剛才還說不是獨立屋 對 2千多尺是獨立屋 對 2千多尺是獨立屋 2千多尺很難 一個二千多尺 都要複式 對 是啊 是獨立屋 好像是 不得了 要馬上來 劉本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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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這些是可以 如果有小朋友住 這些好像好像 對啊 你有沒有去過余影灣 沒有 有個大沙灘 很多鬼仔鬼妹 跑來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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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很棒 有很多動物 有很多狗 有很多狗 很開心 所以懷疑如果有小朋友 可以在那裏住 小時候就懂英文 是啊 由小時候就大了 好像不錯 會不會到我生小朋友 沒有鬼都在那裏 現在還有一半人是來的 那也好一點 好像很值得去試一下 準備好了 但他獨立屋那些比較貴 你覺得很認真 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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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現在再分享一下 我曾經有些女生 女生朋友和我分享過 她是不浪費的 小小的 她主要都是直的 小小的 她也有想過 可以和女生發展 其實她完全不抗拒 但是她又說 那些女生真的很煩 很老婆 很多 我作為一個女人 是完全受不了女人 所以她選擇了沒有和女生拍拖 那這個形容 你有沒有形容倒在你身上呢? 某程度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我會嘗試去 男生 是 你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會比較計較 他們 有很多位置都會計算 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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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知道 什麼都計算 給錢AA的 有沒有這些 這樣又沒有什麼 因為那時候可能是學生 又沒有那麼重視錢人 但是 每一次相處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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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星期 第幾次 不知跟朋友去街 都不同 我去 那些 即是出了幾多次 代表你跟別人出街 已經出了這麼多次 她跟我出街 這樣又不行 會有說話 會有很多這些說話 每天都有 就會覺得很累 但又不是直接 是吵架 對 純粹是說 即是有很多說話 嘩 更累 你吵架還可以發她 給她 但是你這樣 給別人 陰一點兩句 那我拼你又不是 想拼你又走開 真是 哇 新交付 還有沒有什麼缺點 缺點 或者優點也可以 是不是細心一點 絕對是細心的 一定會明白一點的女生 例如呢 記得那些紀念日 做小禮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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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可能都會有小禮物 每個月 每個月 你永遠追不上 男朋友跟你講 這些位置真是死硬的 沒得跟她鬥的 既在餐廳 既點既路 你喜歡什麼 那些 無緣之下 就會變成一個公仔出來給你 你真的 怎麼跟她鬥 這些 沒得跟FC鬥 是啊 真的 真的很瘋 因為我話說 我是不細心到什麼地步 可能帶女朋友去跟朋友吃東西 可能我一兩次都記得 我以為第二次 我就以為熟了各樣 我就自己夾東西吃 就沒有夾給女朋友 這些是很 很輕鬆的 很輕鬆的 都不算很大型的 我也不知道 那男生方面有沒有什麼 粗心大意 你又覺得 就是沒有那麼浪漫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 我有一位 是讀 product design 的女生 每一次送禮物都很瘋 她是打破所有要送禮物的 那一部電影 那一部電影 是有個決定 board 她是自己弄了一個決定 board 就是自己設計 然後真的弄 然後是可以玩的 那一部電影 有這些禮物收 但是跟現在這個男朋友 沒有 曾經有一次的生日禮物 我收到真的生日禮物 我是這樣 我是以為是玩的禮物 是一張木 然後你可以踩腳上 按摩那些 那好像有些過法 後來這個東西 是轉陣了給她媽媽 她媽媽非常喜歡 然後我真的生氣 她說你買個禮物給我 你隨便買一條鏈 我不知道 你隨便買一些女人 一點點 化妝品 女人也不太多 這些 叫母心 她覺得自己很細心 很細心 她說可能你有時穿高跟鞋 就覺得累 又可以踩一下 那我真的覺得 你出自一個很好的心 但是我想收一份生日禮物 這一塊東西 我不知道 純粹覺得 你什麼時候送給我 你生日你特地送這塊給我 你是要生氣的 但是也要跟你說 男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笑的 其實這件事 是 現在沒有收到這樣的禮物 你放心 過一次一定不會再壞 你放心 不用那麼害怕 可能怎樣也要失禮 什麼都會失禮 總是有新東西給你看 你放心 你不用擔心 還有一個類似的生日禮物 我是有聽過我的朋友收過的 不是我送的 因為其實我不太懂得送的 其實我是不太懂得送的 不過等一下也可以討論一下 總之就是我的女生朋友 她說她收到她那個直覺X 因為我的女生朋友 是一個不會M-tone的女生 她是屬於身體比較好 然後那個男生呢 就是懶細心 那個女生都會M-tone 說沒有M-tone都是有M-tone 怎麼會以為她去Go Up 他已經是走過地鐵站 可能很大的Band 寫著什麼暖 軟工貼 有部機的 軟工機 真的令到她可以不痛 那已經走開走完 就說 買給你這個 我沒有M-tone不用買 說幾次都說我不用買 誰知道生日就送了這個機給她 真是生氣到混蛋 說了也沒有M-tone 都要買 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男生可能內心 那些很細心 那些女人總是厚視心肌 你說沒有就是殺友的 你不想我知道 我多細心肌 是這些 高雲有沒有試過送什麼禮物 是奶奶的東西的 總之就是會奶奶的東西 總之你是 怎麼說 有時候是 那些女生 會有些 預期了 在這個情況 節日也好 這個活動也好 是有某些事情會發生的 當你那些東西 沒有拿出來給她的時候 就會不高興 你做了什麼都沒有用 沒有得好說 她自己之前沒有做任何事 都沒有意思 總之就是 壞了就壞了那一刻 真的跪在那裡 只可以 看你怎麼解決 但是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我真的沒有收過 那些我不喜歡的女朋友送的 是呀 這個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就是你沒有得起她的位 你要理到什麼 我送垃圾給我 沒有說不到 不可能的 她送什麼給你都很開心 很難體貼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送什麼給她 你送什麼都錯 你選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她未必會喜歡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不是說拜金或者用金錢去給人禮 好像有些比較有錢的人 她喜歡用錢解決問題 就是送手袋 好像真的沒有死 我以為是大陸那一隻 女朋友生日封了紅包給她 我有 那會生氣的 我懷疑封紅包 有點奇怪 不會生氣 不會生氣 但是你沒有禮物 都會生氣 紅包不算禮物 不算禮物 神經病 神經病 你都沒有禮物 都沒有飯吃 沒有花 我這陣子經常在看別人拍照 看別人拍完照的東西 就看一下 譬如我喜歡看Janny 現在我欣賞不到Janny 我就是看為什麼她拍到Janny這麼漂亮 我看這些 就是看名牌袋 按一下按一下 就越按越都沒看到她不斷彈出來 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知道什麼是Burken 原來是Hermes系列 不知道Burken是最經典的 最經典的 最經典的人喜歡 所以我看不看我價錢 我就不斷彈出來 但是送這些一定是開心 你買到才說 Burken 是呀買不到 排都排不到 你認識Agent 你認識一個Sans 你認識一個Sans 你不買回那些Hermes 你不買回那些十匹東西 哪要排得進去 不要玩 這些真是很慘 所以我不是說女生喜歡收這些 但是譬如 收這些實實沒有死 是啊 但是 譬如我前陣子 Benz Sir和阿琪都在聊天 他們在說一些懸學 V1的東西 之後就叫人 除了三十幾萬卡地亞鑽石 你覺得我的能量 我屁股你 就是這樣 是三十幾萬卡地亞鑽石 不是三十幾萬卡 三十幾萬卡地亞鑽石 能量真的很好 我 能量好 我沒有開你的銀包能量更好 但是送這些就實沒死了 實沒死 所以接下來我有難題 我女朋友就是生日 混蛋 這些又要想 我完全想不到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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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這些 還是要扮抑鬱 然後說抑鬱 你難一點 是呀 不知道 這個可以教一下 又可以教一下 到底 或者你收過什麼 好的禮物就可以了 之前有些女生 她們會送一些很有心思的禮物 然後說幾個出來 讓聽眾聽完 送這些可以 我有自己製造的 我之前有試過製造的寶仔 就是每個月發生了什麼事 每個月一張照片 就十二個月一年 就是回顧 之前有一個禮物 我都覺得是挺好的 我覺得挺好的 我不知道她收到開心不開心 就是有一個網 可以製造一本書 記載你們WhatsApp的紀錄 我就將我們 就是由WhatsApp 其實你就是下載你的紀錄 然後傳到那個網 然後她就會幫你製造一本書 像是排版的 是呀 是呀 整本就是我們 剛剛認識的幾個月 大家去到一起的一些紀錄 我覺得挺甜蜜 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的東西 但是又 是的 我覺得是要細心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 那個簡禮物或者慶祝這些這麼煩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無時無刻在想這件事 是的 有時候女生就是 她無時無刻都很留意 對 突然間就會頂起一條 人家看到一樣東西 我們可能想到第二天 她想到就是 這個東西可能我男朋友會喜歡 或者這個我會喜歡 她會記下它 然後去到需要的時候 那個心態不同 那個構造不同 是啊 這個是要學習 我說給我自己聽 是啊 我心沒事 是啊 我是要說 就是 你當我浪費命 總之我現在這個女朋友 在我還沒有一起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一起了 那時候 然後 因為我去做健身 跟她會做健身 那我是沒有一些 沒有說好看 我沒有見得人的運動衣 所以我第一次跟她做健身 已經很尷尬 因為我前一晚 我沒有看到人的運動衣 還在那裏做健身 你已經很慘 那她當然也不是盲的 她也看到的 不知道隔了一段時間 她有一次不知約我 剛巧 你是不是京海那裡 我是 她就來一來 她就給了這件衣服 她送了這件衣服給我 假一段時間 她不知借頭借路 她又問 你是穿多少號鞋 我心想你買鞋給我吧 我照樣回答 但我已經回答她 就是你不要買鞋給我 我要試的 因為你很尷尬 你40多 送鞋這個行為也奇怪 還有你每個牌子 你同一個號碼都可以不同尺寸 你都要試的 她真的有照買 她有照送 就是這樣 有一次還搞笑 她不知問我 我想換手機 你想換手機 你那部是什麼型號 然後我說是15 Pro 原來她想知道 我買iPhone case給我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嗎 是啊 這麼開心 就是這些 我怎麼都送不到這些 你就是要有她的心態 拿起你的電話 想起你的手機 可以換一波 用這個同樣的方式去判斷她 可能是 她的內褲鬆了 鬆了 她說會惹爛了 那些更尷尬 不要說笑 我真的想不到可以送什麼 那最正路的東西 例如呢 正路的東西 有Perkins 是嗎 不是 現在說不及 送花那些 怎樣都要 這個才有討論過 你收花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她陣經跟我說過 當然 我不知道那天是她的惡送給她 還是有些追求者送給她 送完禮手扔 然後 重點就是 她真的很不喜歡花 她再三跟我說 真的很不喜歡花 那沒辦法 如果我都還送花 就好像那個送M同學 你喜歡的 送給你當然你不喜歡 這樣 是啊 這個是麻煩 這個真的是 麻煩 所以送什麼好 哇 你問我嗎 現在最上棄 又不可以說 現在說對了 原來你的嘉賓叫你送這個 你才送 咪後再討論 咪後再討論 那你有沒有其他禮物 就是你收過覺得OK 那些中行最甜蜜的 送的那些最多心機的東西 心機的東西 都是那些盒子 打開爆了照片 那些都有收過 是 都是心思的 是 我 我有少少頭緒 突然間有頭緒 厲害 厲害 哇這一集感情台 救了我一命 我發覺 救了我一命 是 希望你們幸福快樂 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其實她的男朋友一直都在那裡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方向 但是從一個方向就是她的男朋友 經常跟他們打顏色 是為什麼呢 是有原因的 沒有什麼分享 好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你上來分享 這個故事 甜蜜的也挺有用 是啊 有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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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這件事 希望你們繼續 幸福愉快 今天就在這裏 想了解多一點 就留意Info的IG 就是這樣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